來到新加坡除了去魚尾獅打卡之外 近年都多了很多新的景點 今次就為大家介紹新加坡的全新景點Bird Paradise 可以一次過看到不同品種的雀鳥 還可以近距離與牠們接觸 Bird Paradise 在去年5月開業 堪稱亞洲最大的飛琴公園之一 一共有400種 約3500隻鳥類 當中更加有不少是品藝物種 園區主要分為8大區域 根據不同地理主題劃分 首先來到澳洲區 這裡所有雀鳥都是澳洲獨有的品種 還有袋雪 不用飛澳洲都可以見到 而這裡就可以見到拉丁美洲的珍貴鳥類 例如有粉紅皮露 美洲紅環和美洲紅殼 無論去到哪個園區 都可以見到雀鳥在你面前到處飛和進食 更加有餵食互動 絕對是超近距離的體驗 而每看完一個園區都會有一個室內空間 除了可以涼冷氣之外 更加會展出該園區的雀鳥知識 一邊休息一邊學習 園區內也有不少餐廳 如果會去新加坡動物園的你 不妨去亞明餐廳吃個早餐 提供自助早餐 最特別的就是會有不同動物跟你一起吃飯 例如紅毛猩猩 治養員還會拿著蛇 給大家來個超近距離的接觸 臨走之前記得吃Birds of Paradise 是連續多年獲得米芝蓮推介的二色雪糕 主打低脂和大自然口味 口感綿滑、味道清新、雪糕烘必食